周先生与舞者们的舞蹈旅行计划今年迈入第四年 七月份开始巡演中台湾走遍云林南投彰化 最后在台北松山烟场画下完美句点 民众们不为夏天的炎热直接席地而坐 在烟场的红砖路上欣赏舞蹈 很多小朋友是第一次看现代舞 艺术总监周舒逸就说连续四年跳遍全台大街小巷 虽然很辛苦 但是为了推广艺术 所有的舞者们都觉得好值得 星期天台北松山烟场中的巴洛克花园 大朋友小朋友不为炎热席地而坐 因为待会这里将有一场现代舞的演出 乐曲玻璃露响起 舞者们直接在石台上跳舞 他们是来自周先生与舞者们的舞蹈旅行计划 今年夏天巡演中台湾 这天回到台北画下完美的句点 我们之前都选古迹跳 然后这边也是松烟是古迹 可是旁边都盖了很多大楼 所以其实那个是有冲击感的 所以我觉得当我们在跳的时候 人跟人的关系 然后空间跟我们的关系也会有很不一样的感觉 主要策划舞蹈旅行计划的艺术总监周舒逸 2007年发表舞蹈作品 2010年受邀走出剧场 到板桥火车站演出 从此展开用舞蹈旅行全台的计划 过去三年巡演近45场 今年到彰化 云林 南投 最后再回到台北 周舒逸坦言有难度 做一个这样形式的艺术推广的演出方式很困难 没有舞台 没有灯光 没有布景 然后完全要用城市的风鱼去跳舞 所以这件事情持续了四年 然后我们也走得快要60场了 我觉得感触就是基础的 基层的艺术推广非常非常的重要 经历四年的舞蹈旅行计划 走出剧场 走进人群 让现代舞更靠近观众 每次表演的时候都有放一个电风扇 然后是一模一样的电风扇 就一直在吹他们就觉得 是不是很怕电风扇 就啊 像他们这现代舞在户外 能够让其他 平常不会走到戏剧院里面的人 也可以接触到艺术 我觉得这跟我带小孩子来看 那种心情可能有一点一样 我觉得也是在 不过种子在某些人的心灵 草地 木板地 水泥地 什么样的地板舞者都跳过了 但这些户外场地 其实对舞者来说很辛苦 也很有可能受伤 其实每一个人都有伤 然后我们就是尽可能地 调整自己的方式 因为每一个人的状况都不同 比如说我膝盖受伤 有人腰痛 所以你会发现他去跳了开场 然后最后才又出来 舞者们很辛苦 因为艺术推广一定没有收入 但如何去找到经费来去回馈社会 所以每一年夏天才会真的做这件事情 其实我不肯定 我越做越不肯定 很肯定这个计划的付出 那不肯定的就是说 有没有能力可以做下去 无论未来周先生与舞者们的 舞蹈旅行计划是否走下去 但是一起欣赏艺术的种子 已经散播在每个人心中